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手柄的一个冷冻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机器的这个支架这些安装嘛 我们安装支架呢 首先需要安装上面这个 也就是说放我们这个冷冻手柄的 然后还有我们侧边的支架 也就是说激光板的 放激光板的支架 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放我们这个 通过if 顺便头的这些支架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仪器进行注水 注水我们先看一下后仪器的后面 然后现在呢我们进行一个加水 需要拿到这个管子 然后装到我们加水孔上面 现在装上了 然后把下面我们下面的 哦 溢水孔打开 这个是溢水孔 打开溢水孔以后我们进行加水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加水的时候 注意衣水孔 如果有水流出来的话就是已经加水完成了 就可以停止加水 在加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 就是我们加水的时候就好是先把冷冻手柄先插上去 然后再进行加水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手柄呢是已经插在主机上面了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溢水孔呢刚刚是有水流出来了 也就是说代表里边的水先已经加完了 然后我们需要把漏炉取下来 然后把溢水孔的拧上去 这样就 这里的水我们先插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加水孔的话 我们可以可以拧出去 也可以不拧 我们这个罗帽呢 我们就不拧了 接下来我们安装这个窗户锅手里 先把这些线 然后找到这个航空插上面的孔位 对应好我们这边的这三个孔 其中一个三星的插三孔 这一个 然后 这一个来我说明 脸孔的 对我们脸心 我们对应插上 脸部RF 四孔的 插四孔上面 现在是极光板安装 极光板安装的话 是上面这一台孔 也就是这边三个 这边三个 所有的孔位跟芯呢 是一样的 我们就随便插就可以了 就拿到极光板 慢慢插上去 然后现在我们所有的手柄呢 都安装上去了 然后我们就再看一下 这仪器背部 这里有两个旋钮 这两个 然后这个旋钮呢 是我们这个二号的冷冻手柄的气压强度的调节旋钮 然后这一边是我们那个一号手柄的气压强度调节旋钮 就当我们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冷冻手柄上面的负压呢 是可以通过我们机器后面的旋钮进行调节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在仪器的下面这里有个孔 这个是那个除气孔 也就是说里边的那个敷压那个气泵的一个气体孔的 就是除气的这种的 我们可以不用管的 然后我们会配到这个东西给客户 当客户操作冷冻手柄的时候 就是说启动机器 启动那个 我们这个主机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装上去 这个可以说有一个消音的一个作用 把它拧紧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说一下手柄的一些功能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上面这两个冷冻手柄的一个功能 我们装过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冷冻手柄呢 这个是一般是用于我们那个大腿的部位 还有我们比较胖的一些客户的手臂的部位 然后腹部呢 也是可以用这个去操作的 但主要是看客户腹部的一个大小 如果比较中等的那种肥胖度的客户来说呢 他是可以用这个去操作的 因为肚子上的一个面积呢 如果是比较小的就可以用这个手柄 然后这个手柄也是那个负压跟制冷的 也就是我们叫冷冻手柄嘛 然后这个手柄呢 他操作的区域呢 就大很多 跟这个比的话 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是比较长的 这个锡的这个区域 然后这个手柄呢 对一些肥胖度比较多的 就是腹部比较宽的一些客户呢 用这个区域操作呢 是会更好一点的 它制冷的区域呢 会更宽 对治疗的区域呢 也会更大一点 然后我们冷冻手柄的话 还有一个叫双下巴的冷冻手柄 小号的 这个呢 是用于双下巴的 比如说双下巴的减肥的话 就会用到这个手柄去操作 所以我们这台机器呢 它上面是有三个手柄的 然后机器的侧边呢 是有激光板 这些激光板呢 可以起到一个血腥滑 还有就是 辅助我们减肥的一个作用的 做完冷冻之后 我们可以用激光板呢 进行一个临床操作 这些 这一排都是我们那个激光板的 有小的 有大的 那么再看一下仪器的这一边 这一边呢 有三个手柄 这个是脸部的RF手柄 对于操作脸颊的一个去皱啊 提拉 可以用到这个手柄去操作 然后这个是身体的RF手柄 也可以操作手臂的区域和大腿的区域 然后这个手柄呢 操作身体的话 它是有一个减肥的一个作用 然后去皱呢 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这个是操控波手柄 操控波手柄的话 主要是用于身体的一个脂肪成爆破 也就 主要作用也是用于减肥 那么现在手柄呢 就全部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开机 看一下机器的操作界面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开机嘛 介绍一下界面给大家 然后我们需要拿到钥匙 然后插到我们这个钥匙口门上面 然后送进去拧动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 这里有个紧急开关 那按下紧急开关呢 它是可以立马关掉机器的 然后拧动的话 弹起来呢 机器适配正常 工作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个界面 拧进去 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上呢 它是有这个五个手柄的一个选择 然后第一个呢 是那个 我们这个冷冻手柄 我们点进去 我们看一下冷冻手柄上面呢 它是有一号跟二号手柄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一号跟二号手柄呢 是可以同时启动的 我们同时启动 点击 可以同时启动工作 也可以单个启动 启动一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手柄上面的一些参数 这个呢 是制冷的一个温度 制冷的温度 然后我们点击 可以通过这里去调节 这个是正时 然后还有负的 负十 这个是最低温了 然后我们一般操作的温度呢 是负一到负五摄氏度 然后下面这个是临床的时间 一般对于我们制冷的话 临床时间呢 是从 15分钟开始到20分钟左右 同样这个时间 我们有一些客户比较肥胖的话 临床时间呢 会增加到30分钟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吸的一个时间 因为我们手柄呢 有两种模式的 是一吸一放 这个要看客户先开启的 这个要不要开启这个模式 这个是吸的那个系列 就那个时间嘛 点击呢 也是可以调节的 吸的一个时间 下面这个是示范的一个时间 我们可以开启也可以关闭 0.0的话就是关闭了 0.2呢 就是吸跟放0.2秒 然后我们在操作临床的时候呢 一般是建议不开启这个示范的 然后就它就会连续工作 也就是连续吸力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二号手柄 二号手柄这里呢 它的这些参数呢 我们就第一介绍了 它跟这一边的调节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手柄的液晶屏 在冷冻手柄上面呢 有那个小号跟大号的 这两个手柄呢 它是工作呢 是一样的 然后在液晶屏上面呢 它是也是有这个参数调节 跟我们屏幕 主机屏幕上面显示的那个参数呢 是同步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主机上面进行调节参数 也可以在手柄的液晶屏上面进行调节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参数 制冷的温度 然后去调节好 然后这边是临床时间嘛 也可以去调节好 然后还有这个吸的时间 这些放的时间 都是可以调节好 启动也可以在手柄上面进行操作 暂停也是可以的 然后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手柄现在已经制冷了 两个手柄都同时启动 我们看一下它制冷的一个效果 它是它上面呢 是有一个一种结冰的 然后手柄上面有一些有一些冰块 接下来呢 是这个激光板 我们点进去 激光板的话 它上面呢 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因为我们现在激光板呢 是有六块的 然后每块的激光板呢 都是可以单独设置它的一个能量值 比如说我们现在 现在的是第一块 然后可以设置它的一个能量值 以及时间跟模式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呢 是它的一个能量值 点击 可以调节 这里也可以看到第一块的能量值可以调高了 最高18 然后下面这个是时间 也就是激光板临床的一个时间值 一般我们建议就是从20分钟开始的 模式的话就是有有三个 模式这个呢 是它激光呢 闪动的一个频率的一个快慢 我们待会演示一下给大家看 现在呢 我们把每块激光板的一个能量呢 就都调一下 然后全部启动 看一下它的工作 激光板呢 现在第一个模式它工作的话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把激光板的模式呢 切换了 第二个模式 第二个模式 也就是说 工作一秒提一秒的 还有快速工作的一个模式 三种模式 然后下一个是超声波手柄 超声波手柄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能量值 这个是时间 这个是空重模式 这个是空重模式 我们现在给大家测试一下 把能量值调高 看点铃铭开水 看点铭开水 我温车 就会看见 这个是空重模式 你已经看见了 这个是空重模式 但是没有感觉 走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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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身体的IF 身体的IF的话 我们就这些就不嫌异说了 因为它这些跟超伤波手稳的 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 超众介面一样 好那我们介面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一期上面标配的一些配件 上面这三代呢 是那个装在手柄的一个过滤银 然后这边的 这几个就是我们装在手柄的一个罩杯 这个罩子呢 主要是可以增加我们那个手柄的一个锡的一个区域 这样的话会 比如说叫判的客户呢 如果要操作的区域会更多一点的话 可以选择这些大号的罩子 我们替换到手柄上面呢 它锡的区域呢会更多一点 操作治疗的区域呢也会更大 现在呢我们就拿一个小一点的 区域挂上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到现在也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替换 首先呢我们替换的话 先把这一个 这两边的这个 掰开 然后把这个去下 把这个替换上去 现在就替换成功了 现在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胶圈这个是装在什么位置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拿开之后呢 这里是有一个胶圈的吧 这个 这里是有一个胶圈的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胶圈呢 这些呢是给客户备用的 就是说 这个胶圈如果烂掉了 或者说弄丢了 可以用这些备用的 替换上去 然后这一块过滤棉的话 是装在这个位置的 把这个拿出来 什么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块过滤棉 这个也就是给客户备用的 后期因为操作久了 锅里面呢 有发霉发黑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替换 现在我们替换这个 从下巴手边 我们拿到这个 在关机的状态下 我们把手柄替换掉 把这个拔出来 这个拔装上去 三孔对下面 这两个孔对上面 并用好之后插进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操作冷冻手柄 我们点进去设定好 这个制冷的温度 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弄复了 它就在弄复了 好 那边 来 我们的水 操作前要在操作的区位上偏模 就是这个冷冻模 这个机会是配风的 穿着的 他在排阶上有阶段的 比较顶端的 希望胸脏与不公开 想穿过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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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